不论是华丽长礼服 还是天使造型 都难不倒昆凌 如今从模特儿 变成新手妈咪 现在带宝宝还蛮上手 就一开始就有点手忙脚乱 可是越来越上手 抱着她一直这样晃晃晃 然后看会不会好一点 因为我们有胸部 可以这样顶着她 会觉得比较舒服 三聚不离女儿小周周 昆凌出席自家咖啡店快闪活动 虽然感冒声音沙哑 但脸上笑容藏不住 就目前来说 我们都还蛮一致 因为她目前就只是一个婴儿 然后对于她的一些 就是暴尿不过什么 其实就跟一般人都一样 照片中一家三口幸福洋溢 但其实昆凌日前 才因为太想念女儿 泪洒大陆摄影棚 却也意外爆料出 周董常为了女儿吃醋 她是觉得我好像没有仔细 在听她讲话 王子公主的婚礼 献煞所有人 但其实公主外表下的昆凌 对投资也很有一套 没有 因为就是最近努力赚钱 然后想说可以帮家人 就是圆个梦 装潢费啊什么什么的 就还在增加住 不甘愿只当公主 昆凌学老公 投资副业开创更幸福的人生 东森财经新闻 王子元李昂丽 台北报导 都在往一边 都在这里 继续 这道理 水里面 怎么办 这道理 里面